其实我们可以来梳理一下 这个俄乌的恩怨 到底是怎么 这个梁子怎么结下来的 一个可能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北约 一个可能就是更近一点的 就是克里米亚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看 这个克里米亚这个问题 如果当时普京没有把克里米亚拿下的话 是不是今天的俄乌关系会不太一样 非常拿得直 俄罗斯首先精神上就为之一振 把他这个老祖宗的所谓的嫁妆 叶可贾琳娜的嫁妆又要回来了 而且俄罗斯方面 在看待克里米亚的时候 他不是单独把它作为一个岛去看 一个军港去看 一个造成工业基地去看 是一整套联系起来的 比如说摩尔多瓦 比如说克里米亚 比如说南澳在地 他觉得如果我不果断处理这个克里米亚 将会形成连锁反应